诶 小六子啊 这是什么啊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快夸口我吧 让我看看 哇 是小天才 老铁 这盒子是好东西啊 真是无敌棒啊 给小六子比个666 快看这个 小天才旗舰Z10 柯南定制款 帅吧 等下只有一个 开吧 嗯 开吧 真是柯南的配色 对盒子也设计的好神秘啊 正我说 三个就得来上了吧 整个就是复制了柯南的场景啊 而且我发现还能换其他主角做背景呢 重点是还有另一个柯南主角 总之这次的Z10 简直是帅呆啦 一个 柯南配色的充电器 还有配件包 全都是柯南的颜色 是炸啦 听说今年这个Z10 使用了最新的配置 不仅屏幕变带啦 其他的性能 也是飞跃性的升级啊 所以呢 我决定今天就来个挑战 挑战小学生 带Z10出门 然后去一个 有一百层的大楼 为了更好的测试 这支表的性能 我还给他充了一些交通卡和零花钱 所以呢 接下来旅途当中所有的费用呢 就交给他自己来审栽 好 你来问吧 上海最高的大楼在哪里 上海中心大厦 神海Tower 陪云上海 哇 这里解释的非常详细啊 具体咱们就不多看了啊 直接用手表开始导航 选择好目的地和出行方式 哇 这次要做两次地铁啊 而且你们看 整个路程很长啊 出发 这几天上海都是超高温啊 所以我们要先去买个水 来吧 小天才出行第一个任务 便利店购物 便利店购物完成 接着根据导航的指示啊 第一站步行529米 能到达地铁站 中间买了个水 所以绕行了一段 不过绕回来就好了 到了 第一站 第一个地点 接下来就是小天才Z10 出行的第二个任务 要用手表 稍微要进场 对了 那么来 进去啦 所以呢 这个导航的中间 是不用退出的 它直接可以就是 遇到这个闸口 直接刷款便进来 还挺方便的 嗯 走吧 乘坐10号线 往基隆方向 高玉园站坏车14号线 整整11站 漫长的地铁之旅开始啦 嘿嘿 幸好咱们有备而来 旅途中有小天才 听个故事啥的 还是非常可以第一 知道了没有 知道了 就是公共场合 小声一点 所以我决定下次 再给他配个耳机 这样就更方便啦 快看 孩子当前未配戴手表 正在用手表听音乐 这是手机端的家长程序 真的好好详细啊 在哪一站 哪里附近 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而且还能显示 整个上海地铁的线路图啊 真的好强大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巨园站了 现在我们要汇成14号线 经过一站 到达沪加紧站 好了 你倒下14号线 那边 平时出来都是我在指路啊 这是第一次 完全让元宝自己来导航指路 而且小天才 还能随时测量到他的状态 整个就是一直很开心啊 来了 你起来了 快看我们的定位 已经在上海中心大厦的附近了 我们到沪加紧了 现在我们要去9A出口 扫一下 妥妥的 很方便 差不多再走这么一小端就到了 这已经不是要搞好了 因为抬头就能看到 快看 陆架水三巨头 到了 我们到了 赶紧由小天才发个朋友圈 求好友啊 现在元宝已经被爸爸带上100层大楼的某处 我呢要通过小天才Z10的定位系统找到他 找到了 快看 他现在52楼 然后目前的状态是在这里已经待了20分钟了 正在开心的打电话 上去找元宝了 52楼冲啊 52层人还挺多的 是个书店 先跟元宝通个电话吧 元宝 你在哪里啊 我现在在52楼躲于书店 好的 那我现在用导航过来找你啊 好吗 好的 OK 拜拜 咱们就试试看哦 市内导航能不能找到他 里面都是一间间书屋 所以很多地方是不通的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方向往终点就对了 走走走试试看 哈哈哈 找到了 我找到元宝了 我要买这个 是一个风扇试试 交给他自己去服务 哦 你成功吗 去看看再说 最后咱就说来都来了 再爬高一点去打个卡吧 配上个AI美闻 哇塞 一句话变成一首诗啊 怪不得元宝最近发的朋友圈都那么有品味呢 今天带着小天踩C10晃了整整一天 最后去了多少地方 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不过小天踩这里倒是给记录的明明白白的 我说这轨迹播放出来真的有点惊人啊 哇塞 真正41.78公里啊 真正走了一万三千零三十七步 哦 到家了 最后一个任务 小天踩刷门禁卡 成功 小天踩C10的一天 任务完成 我来走了 哈哈哈